一头狮子活了19岁 当了12年狮王 这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狮子这种生物 尤其是雄狮 它们几乎从出生之时就开启了残酷 而又充满未知的一切 老虎与它们不同 身为独行生物几乎没有家庭这个观念 幼虎大豆有雌性妈妈单独养大 当它们遭受到威胁时 可以放弃领地继续求生 而狮子作为群居的猫科动物 雌狮是狮群的主体组成部分 雄狮入侵雌狮们一般都不会离去 而王朝交替 十有八九沦为自然养料的 是那些毫无反抗余地的幼年雄狮 就这样拿到糟糕开局的狮子 每头还要经过脆弱的童年 和亚成年时期的流浪 最终才有机会成为一方霸主 而达成统治的时段一般 也仅仅维持数年 新老交替是自然选择 也是雄狮可能战死疆场的宿命 但这头名为龙姬托的雄狮 足足当了12年的狮群之王 这是一个无比震撼 而且饱经沧桑的故事 狮子的一岁大概相当于人类的五岁 与龙姬托一起称霸的兄弟 已经于2017年失去 没人知道老龙姬托 在18-2年期间如何守护住的事群 狮王不会言语 但极多向王起立马扎罗山脉的游客 在他的脸上拍到了无数的战伤 2010年称霸的他 直到2022年还顽强地以狮王的身份 活在东非安博塞利国家公园 今年5月 老国王被击败了 年轻的首领将龙姬托放逐 毕竟他太老了 今年的龙姬托已经19岁 相当于人类接近极限的100岁 我们可以清晰地见到 在健壮入侵者的对比下 他躯干的衰弱 但狮王是有极强尊严的动物 他们会为了自己 所想要守护的东西赌上生命 在兄弟走后 龙姬托单独面对了数不清的争斗 这份执着令无数人感叹 野生熊狮的世界 向来都是如此 只有最强壮的熊狮 才能够在最后的竞争中 获得狮王的地位 逝者生存 弱者淘汰 能屹立到现在确实不易 但也终究是时候告别了 时代轮转 总有年轻熊狮会击败他而上位 被放逐的龙姬托熊狮 现在的脸上 布满了沧桑和憔悴 以后的日子失去了狮群的帮助 以他自身衰弱的身体 获取猎物会变得十分艰难 但我们可能小看了这只老伯王 不久后龙姬托自己捕获了一头顿铃 善于巧取豪夺的猎狗群 马上围了上来 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就算自身数倍于对手的猎狗家族 面对龙姬托却表现得丝毫不敢上前 一头统治了十二年狮群的国王 他冷漠地审视着眼前的一切 狮王影视见过太多的狮子 包括雄狮 他们被猎狗群追得很狼狈 龙姬托不同于此 就是这样一头跌落神坛 并且相当于人类一百岁高龄的暮年狮王 他仅用眼神就压制了猎狗群 这一幕着实令人震撼 现今龙姬托虽然老迈 却仍旧健康地活在安博塞利国家公园 那里有被称为非洲山巅之王的 起立马扎楼山 游客们更是拍到了老国王龙姬托 与此山共住之场景 山是王山 狮翼是狮王 任何走向归途的生物身上 都散发着令人晚叹的沉默之气 就像当年十四岁的坏男孩首领老恩 但在龙姬托身上狮王影视并没有看到这一点 他的确是被更年轻者祭拜 不负狮王之名 但这头老狮子在斗争中 绝不是水到渠成的拱手相让 他对这个年轻的后来 折上了极深刻的一刻 虽然自己脸上也被划得伤痕密布 不过就是这份敢于亮剑的执着 也绝非一般狮子可以比拟 全怕少壮 老狮王虽然失败了 但无愧于多年统领狮群之王的风范 龙姬托统治狮群时间长达十数年 他肯定留下了不少血脉 相传自己的儿子就在不远处的狮群称王 他没有选择回到老父亲的领土 虽然没有组成父子同盟 但也从来没企图攻打爸爸的领地 雄狮未死 老儿迷奸 希望这头野外生存的奇迹 能和起立马扎罗山峰一样继续不倒吧 祝福老狮王龙姬托 我是狮王影视 我们下期再见